棒上陈吉飞 挤走刘亦飞 届是斩获无数资源 还顺手及胡青陈新剧 不得不说 杨彩玉这人真的不是一个简单角色 杨彩玉应该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孩子 他品学兼优 曾连续跳级 是老师眼中绝对的学霸人物 除此之外 他还多彩多艺 拉丁舞 唱歌和钢琴样样都行 还曾演唱过90后耳熟能详的儿歌 少年英雄小哪吒 可以说是十分优秀的存在 长大后 杨彩玉又因为学习优秀被无所名校录取 这优秀程度实在是让人望尘莫及 然而他却决定回国报考北京电影学院 准备出道从事演员工作 事实证明 杨彩玉在学习上的确十分出色 回国之后 他顺利被北京电影学院录取 还成为了表演系优秀学生的代表 但在演艺圈 想要闯出一些名堂 仅靠自身优秀和努力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尽管杨彩玉从大二就开始接戏 每次拍戏也都全力以赴 但他还是没能出名 甚至总被认为是反反刘一飞 不过 不得不承认的是 杨彩玉和刘一飞的确极其相似 然而不仅在容貌上非常相像 成长背景也十分雷同 同样成绩优异 还都有在美国求学的经历 而且无都有偶 刘一飞也拒绝了耶鲁大学这种名牌大学的录取 依然决然回国报考北影 从事演员行业 不仅如此 就连从北影毕业之后 杨彩玉和刘一飞的下一步动作和想法都一模一样 一个考上了哥伦比亚大学戏剧系的研究生 一个获得了斯坦福研究生的入读机会 但最终 他们都因为害怕耽误前途 选择了放弃 没有继续深造 当然 杨彩玉和刘一飞最大的相似点还不是这些 而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金主 陈金飞 陈金飞在80年代就开始下海创业 之后又借助时代优势 累积了亿万家财 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富豪 因为和刘一飞母亲是好友 陈金飞就顺势任了刘一飞做甘园 还一直百般宠爱 已是 刘一飞还没毕业 就从陈金飞这里拿到无数顶级资源 刘一飞18岁生日时 陈金飞就斥资数百万在国宾馆设宴 还邀请无数迷人捧场 只为给刘一飞庆祝成人礼 甚至 陈金飞还专门为刘一飞成立了一家影视公司 只为让她好好发展 可以说 刘一飞之所以出道及成名 还一伙就是那么多年 背后少不了陈金飞的鼎励支持 眼看着刘一飞事业顺风顺水 自己却岌岌无名 只能食人雅惠 杨彩玉的内心想必不会好过 不过很快 她的机会就来了 2015年 刘一飞在拍第三种爱情时 与男主宋承线暗生倾诉走到了一起 成为一对线上旁人的跨国情侣 但陈金飞对刘一飞擅自谈恋意识薄为不满 还开始慢慢疏远自己的这个甘女儿 杨彩玉见状趁虚而入 但她并没有采用干爹干女儿的迂回政策 而是单刀直入 以身似虎 直接和大30岁的陈金飞谈起了恋爱 于是 同样是2015年 刘一飞在和韩国欧巴你弄我弄 而杨彩玉则被拍到与陈金飞在电梯口拥吻 不过 当时的她尚未出名 也没有被辨认出来 所以这则消息最终不了了之 直到2017年 杨彩玉因为出演电影《方法》中的 零丁丁一角 成功获得一些名气和关注度 他们的恋情才被曝光 《方法》上映后不久 就媒体拍到了陈金飞拥吻杨彩玉的视频 两人关系终于被摆在了明面上 视频中 55岁的陈金飞一直在接吻25岁的杨彩玉 这一画面怎么看都非常违和 而杨彩玉却甘之如頤 不仅非常大方地承认了两人恋情 还经常在社交平台上秀恩爱 离谱一幕 看的人疑惑不已 不过细究极根底之后 杨彩玉的这些行为就都有了答案 俘获陈金飞的欢心之后 杨彩玉的资源就直线上升 甚至还抢走了不少 原属于刘亦菲的资源 事业上也从此平步青云 2017年 迪奥突然抛弃了 一直合作良好的刘亦菲 转而牵手杨彩玉 还给了她品牌大事的称号 2018年 原定刘亦菲主演的好莱坞大片 《重力反转》 突然将主演换成了杨彩玉 刘亦菲再丢一项顶级资源 除了刘亦菲 金晨也曾仓与杨彩玉截湖 2020年 《重阳光》的年代剧 《大江大河二周》 女主梁思生一绝 原本定的是金晨 连剧照都流传了出来 结果一开拍 梁思生一绝就变成了杨彩玉饰演 原因为何不言而名 就这样 杨彩玉代替刘亦菲 成为了国内著名的资源咖 事业从此腾飞 还颇有些势不可挡的意味 不过 想念多年的杨彩玉和陈金飞 感情状况却至今成名 男人曾在2019年 被爆出领状结婚的消息 但陈金飞表示 这是他们生活上的事情 不想回应 杨彩玉则亲自回复称 没有 结婚一说才算不了了之 然而等到今年三月份 有人发现 杨彩玉和陈金飞同处一程 却分居两处 疑似已经分手 引起外界不少猜疑 只是两位当事人 一直没有出面回应 他们的感情状态如何 也始终未能盖棺定论 但相信 即使是最坏的结果 杨彩玉也不会受到太大影响 毕竟有言有名气 想坏什么样的男人不可以呢